大爱妈妈捂着狮头一进场 现场将近200名幼儿园的狮身开心欢呼 孩子一个个加入舞狮 让队伍越拉越长 孩子们动一动暖身 接下来登场的柴神 其实每个孩子之前都认识 我是碗熟妈咪 我是碗熟妈咪 大爱妈妈化身柴神 送来的不是财气而是福气 是要教大家会带来福气的静思语 高雄大爱妈妈在顶巾国小富幼 长期教导静思语 为了让孩子耳目一新 特地制作讨喜的柴神帽 美人一顶 带着孩子唱唱跳跳 很感谢大爱妈妈每次 每个星期三带来这么好的活动 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老师可以参与这么好的活动 大爱妈妈展现巧思 让课程有心意 也增添幼同学静思语的乐趣 大爱新闻珍上门志工 刘家志郭彩儿高雄报导 他们终于客气的日导 兄弟어서 我们费很多 toim自规 我希望你拍摄 用时间来收藏 然后很多 triunj 看到不把它带出去 我知道 你要不要